惊吓靠在路易的身上,此时听到动静,从路易的肩膀向外看去,路易眼几手快地一把将帘子放下,对着惊吓说,靠过来,再说一会儿,大人我不困,惊吓继续张望,刚刚是谁啊,不用去管,无关紧要的人罢了,徐炎玉,不管张扬,也不甘心就这么回去,否则这大庭广众之下,他脸面合在,于是徐炎玉做了件十分幼稚的事情, 拿了一根棍子,从窗口伸进去戳路易的脑袋,路易,惊吓这下子可真是十分的好奇,还有人敢拿棍子戳路易,路易没与徐炎玉客气,用了点内力弹在棍子上,徐炎玉没有准备,差点掉下马,没忍住,继续跟着马车,路易被徐炎玉的脸皮折服,不过他可不会让徐炎玉见惊吓,刚下掀开帘子,看着马上的人,第二辆马车里, 有一位是应天那位郑国将军的千金,前些日子皇帝清风的郡主,说完,路易放下帘子,对着一脸茫然的惊吓说道,找错人了,惊吓? 大人,我就那么好忽悠吗? 马车外边的徐炎玉,脸色却十分精彩,如果没记错的话,出道安路的时候,他曾经送过一个郑国将军的千金到京城,还叮嘱过说是路易的女人,若是这个所谓的千金在路易手里,那他前些日送到京城的是谁? 虽然欲咬着牙,盯着帘子好像要将路易盯着枯冷,可惜路易在马车里抱着惊吓,丝毫不为所动,他只能横横的回到自己的马车上,脑子里却想着,若是之前他送的人送错了的话,那就是原惊吓早就与人换了身份,不管人错没错,都不会是真的原惊吓,就算面对路易,他都不曾吃过亏, 却没想到在一个小女子身上接连在跟头,原惊吓,这三个字在嘴角流连,徐元宇闭了闭眼镜,越发的后悔,我怎么就错过你了呢? 众人出了暗路的地界,不可避免的会有露宿野外的时候,路易与徐元宇商定的便是在野外动手,反正幻无人烟的也没人知道,这次路易集合了徐元宇与月清风的人手,半夜时分为了长公主的马车,马车里的人觉察到 一样,嘴角不自觉的爬上一抹阴厕的笑容,长公主此时也感觉到不对劲,握住身边人的胳膊,红哥,你听我说,路易那小子此次过来,肯定是有备而来,你不要管我,横竖诸厚总不会杀了我,你快走,被叫红哥的男人握住胳膊上的手,轻轻抚了抚长公主的脸,在这等着,说完,将手放在嘴边,一个呼哨,暗夜里几个身影如鬼妹一般, 向着后方的车队而去,引在一旁的路易,看着林子里如一针风般向后掠过的人,嘴角勾着一某轻笑,任何招数再用第二遍,就没了意义,难不成他们真的以为自己会傻到,还将惊吓放在危险之中吗? 徐炎玉与月清风此时正在外围看着中间的马车,不过片刻,马车里冲出一个人,直奔路易的方向而去,两个人精神一震,郑主出来了,当下两个人齐齐地围了过去,长公主身边的死士本就有数,分几个人去抓金夏,这下更是捉襟见肘,死士头领被路易三人围攻, 很快就处于下风,长公主不知什么时候,站在马车的车折上,冲着暗夜里的那个,被围在中间的身影喊道,你快走,说完跳下车,亮亮呛呛呛地向那人走去,周围的人没一人赶伤了她,很快她就走到几人混战的圈子附近,脚步一迈就想跨进去,这时候,从旁边冲出一个身影,一下子将长公主扯到一旁,公主殿下得罪了,说完, 不顾长公主的意愿,强行将她拖走,长公主本来想用自己去干扰路易他们三个人,让那人趁机逃走,谁知道全被人破坏了,当下回头怒瞪着拉她的人,却看见一张霜白的小脸,分明是个女子,女子,有胆子出来拦她,圆惊吓,虽然是疑惑的口吻,但语气却十分笃定,见过长公主,长公主眼神锐利,打亮了一番眼前, 看似虚弱的女子,你好,大的胆子,惊吓抿了你嘴唇,我胆子大不大不要紧,公主难道真的想带着这人回京城吗? 长公主拍了拍身上的褶皱,眼神轻蔑,本宫做什么,还轮不到你去智慧,长公主何必死撑,若是公主将这人压界进京,您的孩子上有一线生机, 若是当真要让他护送回京,那恐怕是要满门抄斩了,就是外嫁你也未必能逃脱